21章,收割的时节,他和以前一样滔滔不绝,唯一的区别是现在人们会听他说了,南西芒格,南西芒格安排了一次划船之旅,目的地是米利湖,他是和卡斯湖相连的七个小湖中的一个,他第一次结婚时所生的儿子戴维·博斯威克负责开船,南西和芒格担任导游,这是八月的一天,天空看起来比往常要宽上两倍,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,就像是蓝色花边和银丝交流。 一群人坐着芒格加最大的一艘船出发,到湖面芦苇丛生的地带,盼访从上游源头一路蜿蜒下来的密西西比河出段,在密西西比河离开卡斯湖的地方有一座大坝,1999年,这里水位很高,即使是一艘独木舟也能从上面划过,不难想象,当一名16世纪的探险家或者一名法国猎人,第一次发现这一区域时的心情。 戴维将船驶入另一条小河,经过了一家乡村小旅店,在桥下有一群年轻人排着对象过往船只招手,然后纵身跳入清澈的河水中。 继续往前开,见到的景象是越来越荒芜人烟。 米丽湖没有起错名字,是一片纯净的湖水,四周稻田围绕。 芦苇随着微风轻轻摇曳,到处都是海犁造的吧。 我们甩根线钓鱼吧。 芒格建议,他边说边指导戴维把船开到一个水道口,这个地方比河流宽一些,但不能完全撑得上是一条河。 我们是不是离岸太近了? 南西反复提出自己的担心? 没有。 芒格说,他催着戴维开到河流的一边,然后让船飘过入水口,接着当船快要接近水很浅,到处都是芦苇的岸边时,迅速地开回去。 没多久,又刮起了一阵强风,把船吹进了浓密的水稻田里。 戴维开动了马达,但是芦苇杆和杂草很快就缠在了螺旋桨上,马达开始空转,很快就散发出一种像是要烧焦的味道。 芒格,戴维和一个客人都跑到船尾弯下身,把幽绿又长的金杆从螺旋桨上包掉。 不停地试着清理出一块地方,让马达可以运转的时间长一些,把船开进更深的水域。 为了不显露自己的沮丧,也许是为了避免说出我早就告诉过你这样的话。 南西抬头在天空中追寻鸟儿的踪迹,非常幸运地看到一只鹰在远处一棵高大的松树旁盘旋。 它是一名官鸟爱好者,听人说米粒湖附近有鹰巢。 当鸟儿振翅远飞的时候,话题转到了她的另一个爱好,绘画上面。 画画的时候,你总是能注意到云朵岸的那一面在底下。 天空靠近地平线的地方更为明亮,越往上看颜色越深。 南西解释。 莫莉愉快地向大家宣布,鉴于之前有过多次和爸爸一起开船出去的经历。 她在宽松裤底下穿的是游泳衣,如有必要随时可以跳进湖里把船推进轨道。 最后,几个男人终于战胜了水道,这个钓鱼会以两手空空地沿着一连串湖泊回家而宣布告终。 开船的时候被杂草缠上或是困在沙粥上,只是芒格家族的传统之一。 出于长期的承诺和友谊,同时也因为有好几处家,芒格家族的生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仪式。 很多个周末,他们都会从洛杉矶开车去圣巴巴拉的那个家。 我们爱这桩房子。 芒格说。 在圣巴巴拉芒格山庄里的那个家,坐落在一片森林里,离沙滩挺远,海景范围有些狭窄, 但是仍然能够吹到海边的微风。 砖木结构的房子,用加州法式乡村风格来形容最恰当不过。 在中庭有一间巨大的阳光房,宽敞的酒窖紧挨着厨房。 芒格的书房里,有很多和卡斯胡纳状房子里相同的装饰元素,一艘现代帆船。 木雕小鸭以及一堆堆的书,其中有萨莫赛特毛姆的书, 玛格丽特撒切尔,马克吐文和爱因斯坦的传记, 罗伯特赖特写的道德的动物,PJ,伍德豪斯写的无视盲俱乐部。 边桌上还堆着玫瑰知识大权和法国室内艺术。 由于坚信人类获得幸福感的奥秘,来自放低目标, 我立刻就照办了。 芒格说,同时补充, 他希望有资格说出像塞缪尔·约翰逊在谈到编写字典这件事时所说的那句话。 我非常清楚自己准备做的是什么, 同时也非常清楚怎么做, 而且我做得也非常好。 当然芒格这样说是带些玩笑的意味, 同时他也承认自己在有些地方得分过高。 芒格可能从来都没有期待过要做一个亿万富翁, 成为世界上最独特、最受关注的公司中的二把手。 他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, 过上有品质的人生。 在他面前, 巴菲特的一生和他的投资策略看起来一帆风顺, 而芒格自己的旅途颇为坎坷。 不管是在个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中, 他都反复遭遇障碍和心痛的事。 对此, 芒格只会轻描淡写地说, 那就是大多数人在生命中的经历罢了。 如果说生命是一个箱子, 任何试图让箱子变得更大一些的人, 最后都会发现必须冲破箱子的四边才行。 学会适应困难非常重要。 因为无论你的能力有多强, 总会遇到逆境和麻烦。 芒格在喜诗糖果75周年庆典上对员工们说, 创造这家企业的喜诗家族, 至少经受过一次失败, 那可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。 不过, 如果一个人能牢记生命中充满兴衰变迁这个道理, 一生只进行正确的思考, 遵循正确的价值观, 他的一生最终应该发展得很好。 所以我会说, 不要被一些挫折打败。 由于坚持基本原理, 同时留心各种机会, 芒格顺利地从一名受人尊敬的成功律师, 转型为举世闻名的个人投资者。 他的财富为他提供了从小就渴望的独立能力。 这个过程中有过很多好的想法, 不止一个, 而是很多个。 根据事物的本质, 真正精彩的想法几乎是战无不胜的。 要坚信如果你掌握了绝妙的概念, 只要去寻找就一定会发现机会。 不过你不会无止境地得到好的想法, 因此一旦出现就一定要抓住它们。 芒格说, 从起点出发, 在没有本金的情况下, 积累起第一个十万美元, 是财富建设过程中最艰难的阶段。 赚到第一个一百万是第二大障碍。 要做到这一点, 就必须常年保持入大于出。 财富的积累, 他解释说, 就好像是滚雪球。 从一座高山的顶端开始, 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。 也就是说, 滚雪球开始的要早, 让滚动的时间尽可能地长。 这对于人的长寿也同样适用。 沃伦巴菲特以极端简朴的生活方式而著称, 除了看年报, 定期打桥牌和偶然打打高尔夫之外, 几乎没什么爱好。 实际上, 为了和众多朋友一起共度美好时光, 以及参加各类商务会议, 巴菲特的行程安排得相当紧张。 查理芒格不能被形容为一个挥霍无度的人, 不过他的生活相当充实而且称得上丰富多彩。 的确, 当伯克希尔遭遇危机需要他的时候, 他会飞奔而至, 同时他也在洛杉矶每日新闻, 威斯科金融集团, 慈善撒玛利亚医院和哈佛西湖中学承担自己的义务。 不过, 在南西的陪伴下, 他也探访了从缅因州到爱达河州的朋友们, 在夏威夷打高尔夫球。 辗转各大州, 在各类水域中钓尊鱼, 北缩鱼, 大西洋鲑鱼或者任何可能上钩的鱼。 他曾经和朋友马歇尔以及奥地斯, 布斯到澳大利亚的雨林去探险, 也和家人一起去英国, 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。 他贪得无厌的阅读, 从恐龙到黑洞理论再到心理学。 考虑到有八个孩子, 孩子们还有各自的家庭, 光是参加生日派对, 毕业典礼, 婚礼, 洗礼仪式和假期活动, 虽然年纪和财富在增长, 芒格仍然避免让自己的生活受人关注, 不过他略微能够接受一些了。 巴菲特笑我乘坐经济舱, 这种事情我过去做得比较多, 芒格说。 现在和南西一起旅行的时候, 我们通常坐头等舱或者商务舱。 最终, 芒格通过伯克希尔旗下的行政专机公司, 登记了一架分时私人飞机。 虽然股东们来到伯克希尔和威斯科金融的年度股东大会, 是为了寻求财富智慧。 他们也会经常向芒格提出如何合理的养家, 这是芒格拥有丰富经验的另一个话题。 我对每一个孩子的道德, 品行和行为举止都相当满意。 芒格说, 不过对于如何让他们更努力地工作, 让他们成为比自己更富有的人, 他就不太肯定了。 我的孩子们在普通和富裕环境中出生的都有, 他说, 说句实话, 当我们不太有钱的时候, 抚养的孩子如今工作得更努力一点。 芒格的孩子们大多看穿了爸爸坏脾气的外表, 不太可能被这样的评论扰乱心绪。 至于谈到他的唠叨, 这基本就是异常表演, 是他的自嘲, 他在拿自己开玩笑呢。 茉莉说, 你知道有些人很顽固沉闷, 而他不是这种人。 他并没有指望你去相信这些话, 只是在发挥自己特殊的性格。 他对事物的包容范围很广, 这只是适合他个性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。 芒格的孩子们虽然都受到吸引进入法律行业, 个人之间却互不相同, 每个人都从芒格身上继承了一些性格特点。 茉莉个性活泼, 金发碧眼, 五官形状和爸爸非常相似。 和芒格一样, 他对科学非常痴迷。 芒格最出名的一点就是, 不管周围景色多么迷人, 他永远都带着一本书在读。 他的女儿埃米丽也一样。 埃米丽的丈夫有一次回到家闻到了胡味。 他到处检查, 发现烟来自厨房, 食物在炉子上烧焦了。 埃米丽就坐在厨房里, 因为看书看得太入迷, 竟然没有发现即将发生一场灾难。 还有一次, 他在一个机场等飞机, 于是走进了一家书店。 埃米丽找到了一本书, 坐在地板上看了起来。 他看得入了神音而误了飞机。 最后, 机场航站楼都关门了。 埃米丽还坐在地板上安静地看书, 于是被锁在了书店里。 他不得不打电话求救才被放了出来。 虽然有些孩子和他的宗教信仰不同, 有些孩子所从事的工作也许不会有很高的收入。 芒格仍然骄傲地向别人介绍, 小查理在从事科学教育事业, 而他的妻子被选为他们当地一家学校的董事。 他认为我是一个超自由主义者, 不过这种说法只是装装样子而已。 莫利说, 他花费大量时间所做的事情, 被他爸爸形容为左翼行为, 而他成年之后改信了天主教。 他喜欢扮演一个坏脾气的人, 不过我可不认为他真的觉得我是个疯子。 芒格说, 他和巴菲特不想成为历史上精明而可悲的财富累积专家。 我们不想让朋友和家人记得的, 只有一踏踏的票据。 因此, 芒格认为偶然一想天开一下未尝不可。 我再造一艘船。 1998年的秋天芒格这样宣布, 我们还有60天就要完工了。 这不是一项经济行为, 不过很有创造性。 没有人造出过和他一模一样的船。 这艘双体船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船物中制造, 名为海峡猫号, 是用还养树枝制成的, 和飞机上用的那些材料很像, 也很类似凯弗拉纤维。 简单来说, 这曾经是世界上同类型船之中最大的一艘, 直到有人造了一艘只有桅杆, 比海峡猫号稍微长一些的双体船。 海峡猫号于1999年初完工, 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 威廉姆斯是和芒格一起设计这艘船的人, 他说, 这个故事开始于多年前的一个下午, 当时他在自己的渔船上工作, 船停靠在圣巴巴拉长长的码头边。 威廉姆斯曾是一名潜水艇驾驶员, 也当过深海潜水员, 开始为石油公司工作, 后来就自己干了。 他靠在海峡群岛附近打捞海胆为生, 这里出产的品种是全世界最好的。 海胆在圣巴巴拉出售, 连夜运到日本, 在那里被烹制成精美的食物。 不幸的是, 威廉姆斯因在水下待得太久, 开始出现潜水病的症状, 非常痛苦。 威廉姆斯那艘旧的东海岸号捕龙虾船, 吸引了很多在码头走来走去的游客的注意。 这两个老先生看着我的船, 表示非常欣赏, 威廉姆斯说, 查理芒格和他的一个朋友进行了自我介绍, 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。 这两个人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, 过了一会儿威廉姆斯提出带他们坐船转一圈。 自那以后芒格时不时地打个电话过来, 然后他就和威廉姆斯一起去吃个午饭, 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芒格最痴迷的两件事上, 钓鱼和船。 渐渐地两个人成了朋友, 正如他以前做过的那样, 资深财务专家查理芒格找到了一个完全不搭界的同盟, 威廉姆斯。 后者是一名深海潜水员, 兴趣爱好是坐滑翔机, 从圣巴巴拉悬崖上飞下来。 威廉姆斯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大块头, 五十来岁, 整天笑呵呵的, 他看起来不怕任何体力方面的挑战。 芒格的身份也没有吓住他, 但是威廉姆斯从这段关系中学到了很多。 芒格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, 我当即就做出了回答, 威廉姆斯说, 几天后我想到, 我怎么会那么说呢? 那根本不是他想知道的答案。 现在我回答他之前都会仔细想一想。 我想说现在我只比他落后一天了。 他们的谈话偶然会变得非常有哲学。 芒格有一次问我, 如果你能做到世界上任何事, 你会做哪一件? 我说, 我会造一艘自己能造得出的最大的一艘, 双体船。 然后杨帆远航, 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。 芒格接着问他为什么要造双体船, 然后他们就开始讨论, 那种类型的船有什么好处和不足之处。 然而, 威廉姆斯对于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毫无准备, 就像一个典型的冒险家一样, 他只是在游戏。 有一天他说, 去找艘双体船来。 不幸的是, 他们所讨论的这种船并不存在, 而且奢侈税已经逼得很多游艇制造商破产了, 从而导致在美国很难找到造船厂。 威廉姆斯最终找到了一个游艇制造商, 他说, 他可以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小镇上干这个活。 项目开始后三个月, 事情开始偏离轨道。 无可否认, 威廉姆斯和芒格想造的这艘船是非同一般的。 原来的这家船厂问题不断, 芒格抱怨说他们简直就是佛罗里达的流氓, 无赖和海盗。 我到那里去看了, 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, 威廉姆斯说。 芒格说, 好吧, 你来造一艘船。 于是我就把那群人都吵了。 威廉姆斯和他的太太很快收拾好行李, 去了佛罗里达, 在那里负责监督工作。 这艘未完成的船大的惊人, 要挪动他非常困难, 但并无其他选择。 威廉姆斯不得不带上一张许可证, 和县里的司法长官以及搬家公司一起去船厂。 他安排了一个电力公司的船员, 沿着船前面的道路行驶, 放下电线, 这样船就不会卡住电线了。 威廉姆斯在圣约翰河旁边租了一块地, 离原来的船厂不远。 他租来好几辆牵引车当办公室。 由于造船原料会造成污染, 芒格和威廉姆斯又不得不造了一个停船库。 我们自己建了一个船物。 威廉姆斯说, 至于船本身是芒格设计的, 基本上都是威廉姆斯说。 每个星期他都会发来两三张图纸。 我帮他造, 在一名轮机工程师和46个工人的帮助下。 芒格潦草地写下他的注释, 用的是一把尺和一只黑色的记号笔, 因为这样他更容易看得清。 他画了一张主餐厅的等比例缩小图, 里面还画上了桌子和椅子, 仔细地标上了要做得舒服所需要的精确空间。 威廉姆斯保存了芒格所有的指导意见和造船时的图纸放在一起。 我很珍惜那些图纸。 他说, 芒格经常给威廉姆斯打电话, 每次一说完自己想说的话, 就突然挂掉了电话。 他从来都没有聊上几句的习惯, 威廉姆斯学会了对此不表示惊讶或感觉被冒犯。 芒格有一次去佛罗里达看造船的进度如何。 他带了一个圆筒放到楼上的房间里, 然后在那里坐着看了一会儿, 坚持说窗的位置太高了。 为了海上航行时的安全, 威廉姆斯装的窗户偏小。 但是芒格拆掉了这些小窗, 装上了视野开阔的大窗户, 可以让人们能一边坐在主休息室舒适的座椅里, 一边看到海水起伏。 因为当地的工人不熟悉他们所用的这些高科技, 新材料和新设备, 威廉姆斯要亲自对他们进行培训。 他安排制造商的代表们来船厂, 向工人们演示如何正确使用。 海湾绿泉处于农村, 当地很多工人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份工作薪酬优厚, 还包括员工福利。 威廉姆斯花芒格的钱安排了失业保险, 健康保险和雇员补偿保险。 他们忠心耿耿。 威廉姆斯说, 造船项目持续了三年。 在这段时间里, 威廉姆斯夫妇和工人们, 以及他们的家庭都熟识起来, 因此意识到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。 船造完后, 负责行政的威廉姆斯夫人, 给当地的那些大造船厂打电话, 想要为施工团队找到工作。 当他打过去, 他们会说, 好吧, 发份简历给我。 我就会说, 为什么你不来看看这些人能做些什么呢? 我们将海峡猫号作为样品, 在离开之前为所有的工人都找到了工作。 威廉姆斯并没有被泰坦尼克号的厄运所吓到, 他宣称, 这艘航程为2400多公里的大船永不沉没。 船体被分隔成一个个单元, 如果一个地方被刺穿了, 水不会灌进其他单元。 海峡猫号装有机械式升降帆, 全球定位系统, 自动驾驶仪, 雷达和气象船真机。 船上还有一套定制的电脑系统, 硬盘里装有全世界所有海域和港口的海图。 除了楼上的沙龙, 下面还有两间高级包房, 一间船员值班宿舍和一个图书馆间休息室。 船上能在149名乘客和6名船员, 因为是按照航海标准造的海峡猫号拥有营业执照, 可以在阿拉斯加和下加利福尼亚末端的卡波圣卢卡斯之间, 来回运送乘客。 船上装有两台350马力的康明斯牌柴油发动机, 还有两台发电机供电, 海水氮化系统, 每天能产生足够船员和乘客正常洗澡的水。 酒吧里有一台装啤酒的专用冰箱, 还有一台35格的冰箱, 以及每天制冰能力达到200磅的制冰机。 船上有一套先进的视听系统, 可以在世界各地接收卫星电视和打电话。 内饰采用的是灰白色鸟眼蜂木, 皮质家具, 还有一块用一种进口材料制成的柔软的绿色地毯, 即使是机油倒在上面, 也可以用一张擦手指擦干净。 入口处的雕花窗户可以通过光纤点亮, 持续改变颜色。 他们花了55000美元请来一位佛罗里达的玻璃艺术家, 特地为海峡猫号创造了一个有关圣巴巴拉海边生活的故事, 然后刻在装饰玻璃上。 入口第一扇门的玻璃窗上刻的是一片海草丛, 接着在休息室的门口, 展示了可能在海草丛中找到的各种海洋生物, 玻璃上的故事遍及船舱, 一直延伸到楼下的卧室区。 女洗手间的门口, 那里画着一条美人鱼, 穿着一件贝壳做成的比基尼, 同时, 胡须飘飘的海神尼普顿代表男洗手间所在。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像那样一致千斤地花过钱。 我对自己说, 管它呢, 这可是在做一件有创意的事情。 芒格坚持, 虽然他不会说这艘船到底花了多少钱, 有一位专家估计过, 总开销应该在600万美元左右。 花了三年建造完毕后, 又花了一年才完成交付并投入使用。 威廉姆斯和两名其他船员共同在海上航行了11270公里, 才把海峡猫号开回故乡圣巴巴拉。 他们在1999年的飓风季节开始了旅程, 后来发现, 这是迦勒比海近年历史上最艰难的一个季节。 飓风横扫了整个区域, 迫使船员们在哈瓦那申请紧急避难。 他们在海明威码头待了25天, 等待恶劣气候的平息。 天气条件允许后, 他们开过巴拿马运河, 开始沿着中美洲的西海岸向北行驶, 经过墨西哥最后回到加利福尼亚。 因为船体的尺寸和核定载客数, 这艘船必须有两名指挥人员。 威廉姆斯有个哥哥, 一度经营租船业务, 他们两兄弟就担任了这两个职位。 而两位妻子是甲板指挥员。 芒格曾经宣称他永远都不会在船上过夜, 不过当威廉姆斯一甲把他说服了以后, 他和南西登上了海峡猫号。 他们在下加利福尼亚州度过了三天, 去看了鲸鱼, 还在海上钓鱼。 芒格想要一艘可以满足双重目的的船。 威廉姆斯说, 作为一艘白天航行派对之船, 芒格希望海峡猫号可以有一半的时间租给别人, 开董事会之类的会议, 另一半时间可以捐赠给慈善机构, 举办筹款活动。 芒格预想到了关京之旅, 吊龙虾派对以及穿越海峡群岛之旅, 这段旅程能唤起人们关于小说和电影蓝色海豚岛的回忆。 他们希望每年能有50次租船业务和50次慈善活动。 部分是因为当地船主们的反对, 部分是因为船本身的庞大体积, 这艘船本身没有获得在圣巴巴拉以外的经营许可。 然而, 他们曾经故意跑到其他港口, 有时凭着一张转售全证书使出圣巴巴拉。 威廉姆斯一家曾经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, 举行过一次巴菲特小团体派对, 参加的人有巴菲特、迪尔盖茨以及其他著名的公司精英。 在船上为65人提供了一顿有7道佳肴的宴会。 虽然船上有设备齐全的厨房, 其中还包括两台对流烤箱, 这顿晚餐还是从陆地供应上来的。 埃米丽·芒格在加州的新港海滩, 举办了她的40岁生日派对, 地点就在船的甲板上, 她的朋友们从世界各地飞来参加这一活动。 大船完工后的一天, 威廉姆斯和芒格正在穿过一个船码头的停车场, 有一辆车倒出车位向他们直冲过来。 威廉姆斯朝司机大喊, 他才在即将撞上芒格前的一瞬间紧急杀了车。 芒格对威廉姆斯说, 你大概救了我一命。 威廉姆斯回答, 芒格, 我永远都不会让你有事的。 芒格反驳说, 你正走的这边是错的。 她的意思是她的左眼失明, 而威廉姆斯却走在她右边。 芒格纯粹为了取乐花了六百万美元造了艘船, 这件事在她的家人和朋友们看来, 即使称不上怪蛋, 也非同寻常, 即便是威廉姆斯也这么觉得。 芒格是非常务实的, 威廉姆斯说, 有一天我们正开着车, 芒格说, 我要给你看我造的一座房子。 芒格指挥威廉姆斯, 开到了蒙特奇托温泉路的尽头。 她只给我看一所俯瞰太平洋的大宅, 里面有一个小型游泳池, 花园占地面积大, 但要开一辆高尔夫球车才能到处走动。 我说, 芒格, 这是你退休后住的地方。 芒格回答说, 不, 我从来都不喜欢这种地方。 她对于冲动这件事充满怀疑。 茉莉芒格评价, 我们听到很多故事, 都是关于冲动会如何让你做出傻事的。 我试图回想起有哪一次她说过, 带着勇气前行, 感受那种气氛, 让自己沉浸在那一时刻。 可是一次都没有, 那不是她的风格。 不过, 茉莉说经常有信号表明, 她的父亲可以变得轻飘飘起来。 然而, 这样乏味的一个人, 不会走路的时候, 好像脚下装了个弹簧。 一些问题检查完后你就会感到安全, 她非常会关心别人。 茉莉说, 有一种比较好的解释, 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人。 她用强大的心理控制能力成功演示了这一点。 她是独特的情绪化和反情绪化的矛盾组合。 结束语。